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当我老了 作者叶兰,让我们一起来听 有一天,当我老了 百发勤霜,沟壳纵横 岁月,以为我换上了另一种更温和的容颜 我还扎喜欢的发迹,化入病的眉带 还穿最时尚的衣裙,戴最闪亮的柴环 向天边一道斜阳,美丽又灿烂 岁月,偷走了我靓丽青春的容颜 也赐给了我谦和慈善 我不再惧怕人间的风雨飘摇 也不再担心生活的一地鸡毛 像一朵云,悠然地过每一天 当我老了,千花喜尽 卸下所有的压力 不再为人儿女 不再为人妻 不再为人母 我只做我自己 这一生 得到了许多 唯独舍弃了自己 繁华过尽 我依然想做回当年的女孩 季傲洒脱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曾经舍弃的 还要一一拾起 去品味别样的人生旷味 当我老了 过去的已过去 剩下的每一天 都是上苍的恩赐 我要拽进时光的衣角 去吃未吃过的美食 去看未看过的风景 去翻阅未到过的山河 去见想见的人 有一天 当我老了 我依然静坐在文字里 品着宋子的酒 折着秦风的柳 穿行古巾 丈量着五千年文化的厚重 千帆过往 万种情长 都交给文字去张扬 这荣常又短暂的一生 有过太多的美丽 我要在渐渐老去的时光里 用笔墨采写岁月深处的柔情 绝刻成一叶叶不褪色的剪影 留给岁月的浮尘去读 去看 当我老了 我要回归故乡 扣开那扇 回想着丁宁的老屋厚厚的门 重新燃起橘色的人间烟火 重新烹煮熟悉的味道 再在院落栽上童年的瓜果 种上梦里的童花 等到春暖花开 童花嘹亮成一束耀眼的紫 我白色的头发 飘扬在紫色的幻梦里 定然像春天的童话 那时 我要约上三五个知己 在童花纷飞的院落里 煮茶画桑麻 但我老了 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了 我便在清光沸扬的院子里 听时光潺潺流动的声音 像经年里绵绵不去的回忆 与院子里的花 岩上的鸟 永永思雨 讲着那年月下 柳暗的相遇和别离 当我老了 老到什么也想不起 翻开落满光阴的照片和自己 像是看一部老去的电影 甚至连结局也打动不了我的心 曾经惊涛骇浪的悲欢离散 再也不如窗口一捧 阳光更具吸引力 当我老了 在深深的红尘里 像一杯茶 一抹西洋 不动声色的老去 那时的风华 那时的灿燃 都会在文字里悄然起雾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 辛苦了大半辈子 往后的余生 也可以把日子过成诗 下面我想为您分享一首 来自网友的散文诗 希望您喜欢 当你老了 我会刻一个光盘 装下所有的记忆 在时光的深处 写满我们的点点滴滴 我为你画幅最美的肖像 把曾经的浪漫 写成一首首长长的情诗 每个章节都有一对 傻傻的我们和一个故事 当你老了 我会拥着你 去读《夕阳余晖》里的你 给你讲一个浪漫的故事 请容我挽着你的臂弯 把你的手扣在我的手上 你蹒跚的脚步 打烂我行走的轨迹 真想给你一个拥抱 给你擦掉那浑浊的泪滴 你脸上写满的疲惫和倦意 撩我一弯酸酸的同心 花白的发丝 没有了他日的飘逸 却生还了一份沧桑的美丽 当你老了 我把春夏秋冬传奇 放在你能够触摸到的地方 轻轻地把你的记忆融化 请容我站在你的身边 听你续续叨叨 讲曾经的美丽 我不想打扰你的记忆 只想静静地读你 读你 岁月叠价的辛劳 读你额头沟壑的奇迷 读你双学变染的过程 读你自己为自己书写的诗集 当你老了 在钦石方尘的容颜里 请容我颤抖的嘴唇 吻遍每一个角落 也让我用轻声的语句叫一声 老婆子我爱你 当你老了 温和的脸上 盈满朝圣者的圣洁光芒 我会把这时光滑落的流年 装进岁月 在你孤寂的时候 给你打开 放进你梦里 晒在你装满浪漫的花瓶里 让你傻傻地抱着它 温馨成一弯 甜甜的记忆 当你老了 我想也许你会失忆 也许会忘记我是谁 傻瓜 不用怕 我会把我们的故事 谱写成一曲 你最熟悉的歌曲 放在你的心里 反复吟唱 也把一串风铃 挂在你窗前 在你静静地凝望里 我用手轻轻地拨响 你甜美的笑容 当你老了 头发烂了 走路也慢了 说话不都疯了 走路老怕我把你丢下 时常攥着我的手对我笑 有时 你也会忘了回家的路 可你却忘不了 我的电话号码 当你老了 亲爱的 请容我这样深情地唤你 只守暮年 那曾经的青春美好 被我们双手牢牢地扣住 你给我讲 我给你讲 你告诉我 我也告诉你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 慢慢变老 当你老了 我也老了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您能喜欢 感谢您的聆听 感谢您的聆听